北京时间9月27日,距离NBA新赛季开展还剩20天,在这个特殊时间点,联盟哥队也是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训练营活动,而作为西部夺冠热门球队,火箭队如今的情况,显然是吸引了不少球迷及媒体的关注。 毕竟他们阵容在今下也许变动很大,而就在今夜,联盟就更新了火箭三个消息员,球迷对此也是热议不断。 其一便是,周期由于脚踝扭伤,将会缺席本周的训练营,乃特则由于乞丐受伤,将缺席整个季前赛,而作为18年的新秀,爱德华自由与组内收集拉伤,进入到了每日观察名单,新赛季还未开赛。 火箭已遭遇伤病侵袭,连伤三人,希望他们能赶快康复,除了以上让人感到无奈的煽情报告。 作为火箭队的当家核心,哈登新赛季表现如何显然也是吸引着我们的关注,对此,博彩宝站BETONLINE.AD就给出了新赛季NBA得分王的培育。 其中哈登最被看好,零号全联盟,詹姆斯,隆梅和杜兰特分裂,二道四位。 昨天,据记者凯雷一口,就报道,在训练赢第一天中安东尼,一直与第二阵容一起训练,而伴随着此消息的传出,安东尼先才记第六人的身份或许就要坐实了。 而今日,NBA记者T McMahon又报道道,德安东尼目前强烈倾向于让戈登出任首发,安东尼担任第六人。 同时,德安东尼也会考虑让安东尼和詹姆斯,恩尼斯一起搭档,而如果此事成型,火箭新赛季的首发阵容将会是保罗、哈登、戈登、塔克、强佩拉的一大四小阵容。 那么对此,你认为新赛季的他们战斗力将会如何?